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力好 亦又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烂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这件事都挺过瘾的 这些事情究竟是真是假 大家自己想 因为通过一位 是 我也不想见别人暗姓的 一位演艺人 就发现了 原来很多演艺人好像都一一 那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 曾志伟 你知道了 他就回大台 21年回大台 就做 无线副总经理 去年九月更加是晋升为总经理 也有不少大胆的想法和创作 原来早前更加找来一帮致命为七线艺人 担当制作叫七线人气王 戏是 抛弃过戏 没错 这个七线人气王 节目当中 作为老友嘉宾之一的林秀怡 最近就爆料了 就是亲力一旦 叫做出轨前戏事件 就说这个女孩 很严格的 谁这么臭 看一看 原来七线艺人 也包括 死亡 这个角色死亡率达100%的 陈俊坚 演出作品超过百图 但是 对白 这么多 不够100句 不是他 不是他 是那个 演出作品 是 超过100套 但是对白不够100句 就是 是郑俊熙 还有就是古惑仔专员 就是 秦浩俊 和御庸 礼仪先生 林浩文 和永远的母男 是 姚 红 姚红 姚红丸 对不起 姚红丸 对不起 这些我不是很熟 真的 原来除了多位恩星之外 也不少前辈撑唱 这个 作为恩星之友的 林秀怡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谁是谁 我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当然有秘而来 就是爆料 这些七线爆料王 原来他大爆一宗经历 就是 试过出发的时候 有个女孩 当然是圈中人 怕自己一个房 他应该是很怕自己一个睡 当时我知道他 有一个固定的男朋友 但是 夜晚午餐之后 他就问个男士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什么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陪我睡 或者 去 她的房间睡 这么直接 真的很害怕 他很害怕 一个人睡 孤枕难免 想着你的永远 我想着你的永远 反反复复 孤枕难免 那是什么原因 很害怕 听完前戏 现场观众就问 这个女子 是谁 是没有说的 但是他有6个媒体 媒体有6个人 等着我们说一下哪6个 然后 有什么事发生 之后这个林秀怡就继续爆料 之后我就觉得 这个女子 很害怕 因为我本身认识她男朋友 她男朋友是谁 总之是一个出外地的节目 我看到这个女子 这样 然后这个女子 就很害怕 幸好 男士就没有答应 不过送了她回房间 在房间 短缀了1个小时 就走 哇 1个小时 可圈可点 这个1个小时 1个小时 很多东西 虽然你这个 有某些 计算方法都是1个小时 或者45分钟 服务来的 大家在想是什么 是的 服务来的 虽然这个林秀怡在节目当中 繪盈繪声 但是回应传媒访问时 不要说人家人或是什么节目 但是其实林秀怡出发的机会不多 最有可能 就是2018年大玩特玩 当时她曾经 跟这个摄制组去了江湾 和在惠州聚境 除了林秀怡之外 还有其他7位 女人人 到底谁才是 好怕黑 可不可以陪我睡 而且和林秀怡一起 是出发的呢 哎呀 看看哪几个 有些都挺出名的 是 完全感兴趣的 有些都挺出名的 有的是 陈子佑 好 另外呢 还有 朱智 这个出名 朱智 现在出名 还有 美琪BB有份 美琪BB 我说他们有份这个节目 但是人家是差 还有 陈嘉环 好熟 这次 这个陈浩文 事件 那个 对吧 哎呀 陈嘉环 还有 这个 这个我觉得挺漂亮的 邵培斯 邵培斯 这个 这个也挺出名的 欧阳考刑 去了BNO祖国 对 林思杰 没错 好像有一个小孩 好像有一个小孩 有 有一个小孩 我没有记错的话 无独有偶最搞笑 有些人 他好像还有一个 计算七个 他们原来也说 今天跟日本七带出轨女色 这就不一样 他是把口说要陪他睡 但是没有整事 男的不肯 是男的不肯 你准确点说 有短聚 一小时 一小时 没整晚 一小时可以做到什么 一小时他也可以睡得着 睡着了就可以走 唱首歌给他听就行 赵宝宝 没事了 继续 爸爸 我继续 原来 也有人说 今天 日本七带出轨女星 日本七带出轨女星 是什么人 糟了 我经常被网友说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他 我没有喜欢他 你觉得他真的不可以 借金银 常员多香子有没有 第一个 中山美瑞 这个出名 中山美瑞 80年代 鸿激 一时是不少人 这个 真是非常 出名 而且 医生味 对 医生的味 他销售的是一个知性味 中山美瑞 但是2002年宣传同小说家兼音乐人 结婚 移居法国之后两人有一个小孩 不过好景不常 14年结束婚姻 原来外界说 破碎婚姻的原因 原来他老公经常以女性打扮 不过他被老公打脸 说没有 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 原来 老公说多次在不同场合 数丑前妻 说他才有秘密 情人在外面 说他 抛夫弃子 中山美瑞 第二就是 AKB48的神七 就是 条田 麻利子 他也是 当然 这些事情 我是这么看的 究竟 是真是假 你真是没人知道 我也不想说 一定是真正 你真是 不知道 无法证实 无法证实 另一位就是 尚原多香子 这个很夸张 搞出人命 老公搞定自己 另外 当然 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什么呀 九十年代 二十世纪 活最美少女是什么呀 你找到哪个呀 绑活良子 没错 有 没错 他就是 还有 一 二 三 四 第五个 就是齐藤有贵 17年 亦是 与人夫 有一段情 这个 事后他就说 其实两个人经常 吵架 早就没有了伤害的感觉 这个也有份 就是高桥油尾子 也有份方 高桥油尾子 难道是漫画家 好像 好像是高桥油尾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记错 另外 还有日本 性感女性 就是 空天宅子 也是 这些真是 哎呀 这些很难说 而且他还跟老公 打官司 当然有人说 还有一个 他不是女性 有些人说 因为台湾媒体 福元外 不算是女性 他退役运动员 运动 当然了 当然跟这个 是台胞 的 老公 江宏杰 江声 对了江声 夫妻恩爱 不过福元外 就被日本媒体看到 通一职男子 在街上 手拖手 婚姻 两个人正式 玩完 两人正式 罵回脸 罵回脸之后 福元外 就大饱 江宏杰 其实 他家人 经常 语言 好冷 犹豫 这个是动手 由于福元外 这个是有被情人事件 越发越大 对了 大部分人 很搞笑台湾 大部分人是支持 江宏杰在台湾 但是 他 这个 福元外 其实他有开小红书 我都有关注 其实他在大陆人 还可以 还可以 福元外 也都 台湾 台湾 你以为你的不剑 很糟糕 不剑 搞到你 事业 沉下去 不是 看看哪里 他现在好像 慢慢上回来 很乱差地说 当然 刚才我说的港星 那些港星 你记住他是没有这个事实的 但是 说是 陪他睡 可能睡地下 有个男人 是不是 所以 这是证实不了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